好我們來看一下這裡有一個 就是跟他同步的 事實上當然其實他也有APP的版本 所以如果你是在你的行動裝置上 你也可以把他裝起來 把他裝起來 等一下我給各位看一下那個行動裝置上的版本 看一下 那我們先 主要是這一個 主要是這個叫做 Google DRIVER 這個部分主要用在PC端 用在PC端 也就是說你今天雖然我放在雲端 可是畢竟不是所有地方 網路速度都那麼快啊 對不對 有時候有的比較快有的比較慢 那比較慢的時候如果你要 每次都上網找總是比較 不方便一點 所以你可以做一個備份 那麼 你看呢我們在這裡 如果你進到我們雲端硬碟在左手邊 左手邊這裡就有一個叫做什麼 在你的電腦上 安裝 雲端硬碟 你把他裝起來之後呢 就會在我們的 右下角 這裡 你們這樣可能看不到 對對對 他會有一個應用程式在那邊 我過來一點 有沒有 有一個這個 有在裡面 那麼你就可以在他 裡面去設定 去設定 那等一下呢 我把這個打開 但是這段可能就不方便錄影 那這裡有些同學會有一個需求 他覺得15G不夠多 所以 但是又不想付費啊 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他就是15G嘛 那可能 有些 比如說有些同學有參加社團的 我社團一個 或 甚至怎樣 15G不夠的 我再申請一個 對不對 那 可不可以 把兩個整合在一起 因為我們一般的話 你用那個 所謂的 剛剛這個同步的軟體 他就是 只能一個帳號而已 一個帳號 但是如果你有兩個怎麼辦 另外一個就只好用網頁啊 但是呢 這裡有一個方式 你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網站上 教你的是合法的使用方法 那我辦法 你都會不夠 蛤 對啊有可能啊 可是你 就是沒辦法就是同時 用同步那個軟體 你可以網頁 我可以開不同的帳號登錄嘛 對不對 可是 如果你是什麼 如果是用那個同步軟體 是只能同步一個帳號啊 所以這個時候 你可以像這樣子 不用啦不用 共用 對 也就是 我把某一個資料夾 假設我申請了 第二個Google帳號 我把 某一個資料夾就怎麼樣 跟我 第一個申請的帳號共用 那麼你只要丟到那個資料夾的時候 那個是佔用那邊的空間 你了解了吧 所以如果你有申請三個帳號 四個帳號就是這樣 這是 就是用Google 等於說 也不算是違規啦 他基本上就是你用他合法的漏洞嘛 去讓你的帳號的 空間比較大一點 他是 這個是他留的啊 對不對 因為網路上也有其他軟體是 要付費的 或者是 一些整合性的 把多個帳號合在一起 不過我想 那個你總是要多裝軟體 比較麻煩 你就用Google 合法的方式去做就好了 這樣子 你也不用 還要去做什麼破解啦 之類的 很單純 那你只要共用完了 就OK了 所以你以後要丟 就丟到那邊去 這樣就可以 這個是 因為上次有同學有問到 所以我就順便 找這個方式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好OK 那麼 我們就先 在這邊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再給各位看一下 他那個App的部分 大概長什麼樣子 好 好 感谢观看